下面说说用导数方法求方程的近似解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方程 x的三次方加上爱贝的x平方再加上10x再减20等于0 解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x的最高次数是三次 它属于高次方程 不好解 但是用导数方法可以求这个方程的近似解 下面就说说 用导数方法求方程的近似解的过程 比如说有一个高次方程是fx等于0 那这个方程的解就是函数y等于fx的0点 表现在图像上 函数的0点就是函数的图像和x轴焦点的横坐标 假如图里面这个蓝色的曲线 就是函数y等于fx的图像 在x轴上任意找一个点 这个点的横坐标是x0 过这个点啊 做x轴的垂线 这个垂线和函数的图像交于点1 那点1的横坐标就是x0 点1的线坐标就是fx0 过点1 做函数图像的切线p1 那p1的斜率啊 就是f'x0 那p1的解析式就是y减去fx0 等于f'x0乘上x减去x0 那p1和x轴焦点的横坐标是x'. 把p1的解析师里的y换成0 就能算出x1 那就是 负的f x0 等于f'x0 再乘上 x1 减去 x0 最后 x1 就等于 x0 减去 f'x0 除以f'x0 那过p1和x轴的交点 再做x轴的垂线 这个垂线和函数的图像交于点2 那点2的横坐标就是x1了 点2的纵坐标就是f'x1 过点2 做函数图像的切线p2 那p2的斜率啊 就是f'x1 那p2的解析师 就是 y减去f'x1 等于f'x1 再乘上 x减去x1 p2和x轴交点的横坐标是x2 那把p2的解析师里的y换成0啊 就能算出x2 那就是 负的f'x1 等于f'x1 乘上括号 x2 减去x1 最后这个x2 就等于 x1 减去f'x1 除以f'x1 看这个有规律 x1等于x0 减去f'x0 除以f'x0 x2 等于x1 减去f'x1 除以f'x1 继续往后面做切线 还会得到x3 x4 点点点 而且越到后面 切线和x轴的交点 越来越接近函数的图像和x轴的交点 函数的图像和x轴交点的横坐标 是函数的零点 那切线和x轴交点的横坐标 就越来越接近函数的零点 也就是切线和x轴交点的横坐标 越来越接近 这个方程的解 并且 相邻两个点 之间有这个关系 那就是xn 等于 xn-1 再减去 f'x xn-1 再除以f'xn-1 这里用这个图像来解释这个计算过程 实际算的时候 不需要画这个图像 选一个数作为x0 用x0算出x1 用x1算出x2 等到结果达到精度要求后 就算完了 这个方法是牛顿发现的 就叫做牛顿法 很荒 首先 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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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